因拍摄芯片白发魔女传,而导致脚趾粉碎性骨骼的黄小明,在自己主演的两部芯片同时上映的关键时刻,却因栓伤几乎缺席各展宣传活动。 虽然如此,他在微博上调侃自己伤势的钢丁侠日记,被网友大量转发。 这些卖萌卖冷的微博,让网友们看到了黄小明轻松的一面,也为他赢得了更高的人气。 之前在微博上,黄小明晒出一张伤脚的X光照,近日一张手术后脚伤图曝光,两条镶嵌在脚中的钢丝缝合伤口。 开大的伤口缝隙清晰可见,让人看着触目惊心,着实被吓了一跳。 无论是在微博,还是各种采访中,黄小明谈及伤势时总是云淡风轻。 难怪他的朋友在微信上写道,哥,你也太坚强了吧。